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滚地球 这个滚地球呢 这个滚地球呢 投手下球 这有Seph 很明确的Elayson 判定的是一个Seph 打在中线 投手下球之后 一 四 三 结果钟贤 打了一个双杀打 Swing 高的位置 有没有Swing 没有 那就是四坏球保送 所以 这个四坏球呢 也使得张玉成在 今年现阶段 四坏球跟保送又形成1比1 戴在棒头上 戴在棒头上的距离就不太够了 张志豪 Warning Train 前完成了接杀 互帮在第一局的攻势 留下了惨蕾 一局打完 双方林体名 主审没给 然后又要求了一个Pier 然后打成了一个软弱的滚地 陈君秀的速度比较没有那么快 所以Safe 钟贤的行进间传球传高了 能够制造滚地球 三阵出局 这个位置 许季宏居然放掉了 罗哥 投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次的三阵 只是看 这个好球进来没出棒 滚地球的双杀 直接冲出去了 这个变化球被打的速度非常的快 今年打罗哥是两个打数没有安打 但是获得过一次保送 有机会处理 啊 收不起来 结果收不起来的结果呢 是形成了一支穿越球 那在前卫跑者陈君秀呢 他就回来得到分数 一个反弹 看起来有稍微弹高起来 好 这个滚地球 顺利的收了 再交给张育成 Safe 因为弹的比较大 那内野的弹跳比较大 越洞华又是左打者 所以这个4-6完成 但是呢4-6-3没有完成 走了 长传 接球 好 再传本磊 啊 传歪掉 史恩奇 已经 手臂已经有准备了 对 很可惜 就会有偏差的风险 背包过空的三阵出局 好 中信在第二局的攻势呢 是攻下了2分2比0 中信你先 整颗在K中内 出手了 结果强袭穿越 逼得罗哥必须要把球往上修 所以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呢 这个形式呢 就对许继红是有利的 好 中线 哇 打过了蕾包 哇 这个球基本上在中线 穿出去的过程当中呢 很难有防守的机会 扛起来哦 打穿防线 那这次蔡佳燕顺利的收球 延续的安打出现哦 中信在第四局 每一支球呢 每一个穿越球呢 都是穿过了 那个洞 因为下一棒是高宇杰 打了一个小飞球 真的是运气 接到 哇 接到之后 三磊开始起跑球 传向三磊 有机会 有机会 累奸出局 哇 这个卡传球就精彩了 身浩维哦 他跑动的动能是向右外野 然后还要转身传三磊 哇 要偏右边哦 对啊 手榴弹直远直得真远了耶 他必须要手准备哦 所以接到球之后 整个动力的移转哦 靠着大转身 那关键就是传的一个弹跳哦 传的精准 哇 才有这个触杀哦 双杀手背啊 哇 精彩的接杀还有传球 刚刚想要说 看着申浩维的这个接球动能 走了 结果打了一个右半边的飞球 这个球有机会处理 周佳乐就丢 啊 接到 差一点点哦 这个脚 很惊险的最后完成了接杀 忠信在第四局的攻势 攻下了一分3比0 忠信领先 主要职棒赛季很长哦 对 哇 安打 安打 这个安打 会不会有教练什么的 不过你可以打击嘛 你可以 适时的 在比赛的需要打 代打的时候可以上来打击 其实在捕手的运用上面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因为捕手 是养成最难的那一位啊 对 你好不容易养成一个 不要在这个 一个球技当中就把它弄伤了 真的是得不偿失哦 短期赛事应该比较少有这种问题哦 嗯 所以职棒赛季至少 一 哦 球四 而且直接开掉哦 对 他想把球投进好球带 他想要投快速球 但是呢就是开掉了 弄得很好啊 好 地球 打到蕾包 哦 松拉基 既然打到蕾包 戴培锋就直接抽出来得到分数 哦 撞到蕾包啦 真的是 撞到蕾包的安打 撞蕾包的安打 嗯 哦 俊秀已经 站好一个守备位置了哦 嗯 但就是这个 靠近蕾包这个弹跳哦 完全没有守备机会 请他安打 哇 陪锋的速度也很快哦 绕过蕾包没有停 直接回来得分哦 哇 连两天都靠着蔡佳燕先拿到分数哦 对 但是就是周珈乐 第二队之间的弹跳球 球穿本磊 好 要造成夹杀 利用这个时间空挡 本磊前check out 但是两位跑者呢 都进到了得分位置 这也是柏林的一个经验展现 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直接冲本磊 他就在本磊跟三磊之间呢 牺牲了自己 让队友呢 能够近战得分位置 这球打得很好 穿越的安打 获得了受益 冲本磊 球回传 哇 又是奥 要挑战吗 那这个回传球呢 叶子亭是利用称传球攻上二壘 对 那要挑战本磊的攻防 周嘉乐第一时间觉得又闪过哦 嗯 回传的是张志豪 那因为后卫跑者呢 是周嘉乐 对 基本上他的速度是还蛮快的 对 上次好传得很准啊 嗯 要看飞扑 扑回本磊的时间点 现在看右手 这一球带起来 在左中之间 左中之间 六点 这是这个安打了 好 现在一分的差距了 封闲 站在得分圈上 现在变成了3比4 这也是本周 中贤的第一支安打 就来的真是时候 带着一分的打点 哇 关键安打 哇 这一颗球展现了中贤的抛王 倒到外的空挡啊 智杰站上得点圈啊 对 还是外球 好 张玉成今天第二度 获得了象棋式的保送 这比较策略性的对决哦 呃 得包填满面对 这一球呢 哦 跪去啦 那现在就是追平跟回来啊 对 这一场也上到了三壘 越东华的侧滑肩 没有能够把球拦住 详细穿越的 曾浩伟 把风数给追平了 4比4 然后这个情况下 还可以 这么扎实的击球 就是他最近好状况 打中间的方向 这平飞球 我比起来安打 我比起来安打 因为是两出局的冲锡手 所以忠贤的马骨平坯就冲回来 而且玉成也上到了三壘 现在是两出局一三壘有跑准 单局攻下了一个四分的大楼 这一球又是安打 so good 正式抄前了 这次安打 把郑益成给打了回来 而且是布罗松第一球 球来就打 这颗变化球 已经掉在蛮低的位置了 郑子恩还是把球给带起来 形成平非安打 这一局 副邦已经是整整攻了 一轮九个人次了 膝盖的高度 厉害 这一球打在左外野方向 左外野方向 遭到了接杀出局 好 富邦在第五局的攻势 一举攻下了一个五分的大局 五局打完五比四 富邦领先 回到落空 漂亮的变化球三阵出局 建立好高位诉求之后 来一个大曲球 嗯 回到 三阵出局 因为有时候在场上啊 要让在投手球上的投手 很清楚的知道 他并不孤独 对哦 他不孤独 好 打成了一二类之间的滚地球 哇 这个球 还有防守的机会 哇 叶子庭 叶子庭 哇 这一球真的 陳俊秀还是奋力的跑 他大概吓一跳 哇 打在那个corner 那个位置 竟然还有防守的机会 嗯 原本在想要不要绕了 也没想到 看到叶子庭 还有机会来接 嗯 嗯 要挑战哦 嗯 叶子庭 的守备范围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对 那之所以会有这个挑战呢 也是因为陈俊秀 弃而不舍的跑了 走了 第一时间就起跑 接球Tag 一找 有碰到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球是雷神很明确的判断 那裕城接球之后的Tag 嗯 是完成了Tag 那选手们现在都退场了 但是 中信呢是要挑战吗 看起来是要挑战 嗯 没有挑战 要吗 没有 好那既然没有要挑战 就是 结束了八局上半中信的攻势 中信还是一分落后 两好球两坏球 哎呦 哎 哈哈哈哈 这个球 好 好 这个位置你今天突然间又醒过 回方落空 这是一个三阵出局 哎呦 这个位置足神给判 所以 郑凯文呢 在第八局 投出了 连续的三阵 博富邦目前还是一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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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球 张忍伟的代跑 马上要冲回本磊 封下了追评分 双方现在5比5平手 所以 曾俊悦的救援呢 是失败的 曾俊悦的身上 哇 又是一支 149的快速球被直接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形成安打 好 利用这个球呢 假传 不敢传 三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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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收球了 船本磊 好 造成夹杀 逼回三队 逼回三队 啊 出局了 已经出局了 对 这个是跑离了尺线 直接跑离了三阵子线 对 所以 詹子晨回头看看一队 一队没有上二队 所以 王威臣呢 是在一队 走了 揮棒落空 嗯 也没有传 对 防守圈是缩小的 这个防守阵型就是要赌三队的跑者 曾俊悦非常的需要一个关键的三阵 哎呦 这球被打飞了起来 哇 竟然被狙击成一个三分炮 嗯 哇 不可思议 真的完全不可思议 在球数领先的情况之下 被高宇杰狙击击了一支 三分 三分打点的拳雷打 哇 这使得忠信 8比5领先了 你这个滑球 进了位置 还是一样太甜 嗯 揮棒落空了 哇 再 好 打反方向 行程呢 穿越安打 面对左投手 在球数对周佳乐自己有利的情况之下呢 能够打出安打 不错 滚地球 5 4 6 3 啊 这个再见的双杀 使得富邦呢 就因此输掉了这场比赛 那输掉这一战之后呢 富邦在近期是吞下了一个四连败 胜利打点是高宇杰在酒上的三分炮 郑凯文 中继 拿下了胜头 啊 曾军燕呢 则是吞下了后援败 ு 还用的 什么 能 Ciao